我們看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現在有一個那個圓內間 內接的這個八邊形 它有四條這個弦 長度是2 另外四條弦 長度是1 長度是3 其中有四條弦 相鄰的四條弦 長度是2 另外相鄰的四條弦 長度是3 那麼他問說 求此八邊形的這個面積 這怎麼做 我就把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八邊形的話 我會把它割成八個三角形 我把這個八個三角形 重新排列一下 我就把什麼 把一個 這個弦是3的 跟一個弦是2的 把它併在一起 那併在一起的話 那這樣的話 總共有四組 因為他總共有八個邊 那一組兩個邊 總共有四組 那總共有四組的話 那你這樣子的話 這一組 他就多少 因為 四組的話 他對應的圓形角是360 你360 除以4的話 剛好是90度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那個 等於 現在等於什麼 等於 每一組什麼 每一組 那個 編長 選是2的 跟3的 這樣一組的話 他對應的那個角度的話 剛好是90度 好 那現在等於什麼 等於是我 我只要找出一組的 那個 面積 因為他總共有四組 總共有四組的話 一組的面積的話 算出來 要把它乘以4 就是答案 那這一組的話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這個半徑 我假設是R 那這裡的邊長 這個選的話是2 這選是3 選的話是3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看的話 這個是90度 那這90度的話 那現在 我們看了這個 是90度 所以 這個什麼 這兩個端點 連起來的話 都 連起來是等於 跟他2 這是R 這跟他2 這45度 跟他2 那跟他2 那跟他2 我現在 把它重新畫一下 這個變成 變成是說 然後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角度 可以等於幾度 這個角度 是對應 4分之3 跟4的圓周角 所以是4分之3 乘以多少 圓周角 一圈是180 圓形角 圓形角 所以圓周角 是4分之3 跟180 所以這樣 這個月分的話 416 45 20 所以這是135 這個呢 這個是等於 那這個是2 這是3 好了 這是3 這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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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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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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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5 4 4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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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是3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這個長度算出來 這兩點連接來的話 這個是等於跟它2R 那我現在只要把R 把R算出來 把R算出來以後的話 我就小成了那個面積 那這怎麼做 那現在呢 這個是等於跟它2分之3 這個是2加根號2分之3 所以我現在 這個是等於 所以這個是斜邊 這根號2R的平方 這個是等於這個的平方 2加根號3的2的平方 再加這個 根號2分之3的平方 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這個是4 加3分之4 加這個 這個也是3分之4 加交叉項 2AB 這個是根號3分之多少 8 這樣子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以後呢 這個就等於多少 嗯 3分之12加多少呢 加8 5 這20 加多少呢 3分之8跟到3 好 那就是2R平方 所以現在R平方就等於多少 R平方我現在就等於3分之10 加上3分之4更到3 這是R平方 那R平方算出來以後的話 那現在的話呢 這塊面積啊 這塊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這塊三角形面積 這塊三角形面積啊 這塊三角形面積啊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 底嘛 底是多少呢 底是 根號2分之3 欸 欸 這個剛好 剛好弄錯了 2加根號2分之3 這個算錯了 算錯了 這根號2分之3不是 不是根 他是用這個 這個平方法是等於這個平方 這個是根號2分之3加2 的平方 加上多少 加上這個 根號2分之3的平方 我剛剛算錯了 那這個等到 這個是等於 2分之9 加4 加這個 這是2分之9 再加交叉項 2AB就是 根號2分之4 312 那這樣等於多少 那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是等於2分多少呢 8加18 6 26 再加 根號2分之12 這是2AB 所以2分之13 所以2分之13 這是6 所以是2分之13 加多少 加更好2分之6 這2分之6 更好2 3更好2 所以是2分之13加3更好2 所以這弄錯了 這塊三角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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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多少呢 就是那個高 根號2分之3 它乘以底 底的話是2加 根號2分之3 它給它除以2 這樣多少 2分之1 乘以多少呢 乘以就是 根號2分之6 加上2分之9 這個就是它的面積 三角形面積 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多少 這個面積就是R平方 除以2 這個三角形面積 這個是R平方 底層高 這是等腰之下三角形 底層高左右 那R平方就是這個 除以2的話 就是4分之13 加上2分之3更好 然後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 就是這一個 這個加這個 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 這個底多少 這個是 這個我把它寫在這裡 寫在這裡的話 這樣多少 這是3更號2 所以這個 2分之1的話 這是更號2分之3 更號2分之3 加上4分之3 加上4分之13 加上4分之13 加上2分之3更號2 所以這兩項 所以這兩項加起來就是3更號2 所以這個 這加起來是4分之3 4分之22 所以這是2分之11 2分之11 加上多少 這兩項加起來是3更號2 所以這個 5分之13 然後等4分之13 9分之13 2分之13 4分之13 4分之13 所以答案是22加12更好